大家好,我是中心社记者黄玉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法国巴黎最古老的街区之一马黑区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就是法国国家图书馆下属的军火库图书馆 为什么今天会来到这样的一座图书馆呢? 这一切还要从一本特别的书说起 五年前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时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一本法文版的论语导读作为国礼相送 这本1688年的古籍也是历史上首顾将一整套儒家经典翻译成法文的译著 此后被一直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内 自1750年以来,《论语导读》的另一部手抄本 就一直存放在这一座军火图书馆中 这座图书馆原为法国16世纪的武器库 后改为了图书馆,收藏着手稿、标板、地图等古籍一百多万件 由于版权原因,《论语导读》首抄本的原稿无法拍摄 但图书馆工作人员翻开棕色的封面 匪页上有淡淡的字迹 《论语导读》的作者贝尼耶在《开篇制读者》中写道 该书是作为阅读孔子的钥匙和入门 当时间跨越数百年 如今在巴黎的街头重新遇见中国古代先贤的著作 这或许也就是文明互见的魅力